就是关于他的所谓的核研究的这些专业的技术 因为刚才之前咱们跟几位老师也在聊过 说我们那时候研究两弹一星 我们那一批人马都是在美国 都是学过尖端的这样一种工作的 那朝鲜他在这方面的人才 他有这么样的一些 中国六十年代初那个22个两弹一星原训 大概14个清华大学毕业的 他不是新中国院系改革以后的清华大学毕业的 而大多数是40年代的 余敏先生都90岁了 还有一批是刘美回来的 像钱学森率领的这批 但是朝鲜是不是有这一查知识分子 这一查知识分子的精英在做这件事 是这样 就是朝鲜的知识方面我觉得问题不大 问题是出在刚才建群讲的 他没有这个公益能力 他知道他做不出来 您为什么说他 我先打断您 为什么您说他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储备 他没有这个问题 难道说他的人才很多吗 有人才 是这样 就是日本殖民东北亚 他有几个殖民地 一个是朝鲜 一个是库业岛 一个是咱们台湾 但是他当时的重工业投资 主要是在北朝鲜 那么南方是农业 后来在我们东北也有点投资 但主要是在朝鲜 所以原来所有日本殖民地当中 他工业技术是最好的 所以那时候人才他比我们也多一点 现在那个工军合唱团 你们原来一个老作举家 郑绿成 就是咱们解放军军歌的作者 他是北朝鲜人 他是北朝鲜人 所以金家很高兴 说你们家军歌唱我们 我付下个戏 他高兴得很 所以他是有人才的 然后朝鲜成立以后 他们在五十年代 就开始跟苏联进行合作 因为朝鲜他油的那个储量比较大 油矿 油矿 是吧 然后他就跟那个苏联进行合作 他卖给他油矿 你帮我培养人才 大概五十年代中就开始 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上台 大概八七年 戈尔巴乔夫应该有点清新芳 所以对朝鲜本来就是态度就不太好 后来一看说这个家伙好像 不是插出味道 在搞别的什么东西 八七年就给他断了 但是虽然断了他 这三十年他大概已经培养了 两千多个非常优秀的 和技术专家和物理专家 还有六千多个技术工人 所以你要从人才储备 一点不亚于五十年代 后期我们搞 但中国还是水平高一点 我们五七年五八年搞 然后六四年还真就诈成了 一诈成就管 一次性成功 然后六七年就是清单 三年以后 他这也过去六十多年了 他这个程度现在感觉好像西方 还是不太相信他的 问题就是刚才出在这个 这个建许刚才讲了 就是他的整个工业技术 整体工业水准 这帮精英是可以的 但是他知道以后他做不出来 有能力设计 没能力设计